心软的人,不是不懂拒绝别人,而是不忍心,什么是心软?心软是一种善良,心软是一种妥协,心软是一种包容,心软是一种朴实。 心软的人,不是不懂拒绝别人,而是不忍心,宁可自己委屈一点,也不想让人受累。 心软的人,比别人经历的要多,所以更体谅,宁愿对自己狠一点,也不想把人责备。 心软的人总是这样,为别人包扎伤口,却不知道自己也在流血,为别人考虑太多,却不知道内心也会相处,对别人轻易原谅,却会在无人处默默悲伤。 有时候,太在乎别人的看法,会忽略自己的幸福,有时候,你内心承受的太多,更容易被他人辜负。 心软是一种善良,但也要有度,心软是一种宽宏,也要有底线,付出多一点无所谓,但也需要人感恩。 有些人,不值得心软,如若付出换来得寸进尺,如若珍惜得到变本加厉,对这种人的心软,就是对自己残忍。 你要明白,欲赫难填,难周全,不懂感恩,难交心,我们选择宽容,不代表不会受伤,我们愿意让步,不代表就是懦弱,我们心地善良。 不代表,不代表让人利用,不计较,是因为情意在,会心软,是因为太珍惜,容易心软的人,不傻,愿意多做的人,更真,懂得付出的人,不笨,体谅他人的人,更善,从今以后,好好对待你身边心软的人,千万不要含了他们的心。 更多情感,哲理美文,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,别忘了按赞哦。